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安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全線向上,互心300指數 中午收市升28.409、19點,升幅0.7% 上正中指升低於0.7%,升23點,中午收報3312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幅比較突出 升低於1.7%,升182點,升10845點 另外,創業版指數升48點,升幅3,717點 至於港股方面,早段也比較波動 大市成交688億半日 恒指中午收報31,459點,升191點上來 國企指數升86.12821點 這個環節,我們請來Rafi和我們談談 Hello,Rafi,你好 先說一下,恒指今早早段曾經升300點之後 但升幅很快收窄到只有6點左右 但之後又回湧升191點 明天就是期指決算 接下來的短線走勢會怎樣呢? 去到3月份,也踏入業績期 指數會不會再波動一點? 其實以今天來說,整個市的走法 跟上星期說的時候差不多 就是一個比較波幅區間的上落 當然今天很少這樣說,波幅得來 你看到是少許抹上了一格 至少可能有破20天線的位置 但即日裏面的勢頭跟上星期是很遲的 可能單日又會有一個很大的波幅上落 又會有一個差不多單日轉向 又升又跌的格局 其實今早早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反映分期這刻 我覺得接下來短期 市有機會繼續這樣走 可能每天是順順落落 是比較大一點 方向性還未算太明顯 因為始終經歷過 例如年初回來急升了一陣 再加上到1月尾,2月初回來又回了一陣 變相一個大升大跌之後 現在大家反而有少採取一些比較短線的部署 雖然整個市比較波動性一點 再加上學之所說 未來就3月份回來業績期 我覺得現在大家就算這樣說 對業績的預期是不錯也好 都未必太敢所以輕舉妄動 所以有機會就有機會 可能慢慢等業績出來 可能好一些的 可能才再捕捉久一點的升幅 雖然成現在等業績 或者沽望近的因素的時候 反而繼續採取一個 所謂炒格制的格局 我認為廣告有機會繼續這樣 雖然比較好地說 波幅性反覆是會有的 但如果好地算是能夠繼續站在20天線上 我相信其實向上試一些高位 例如大約31800這些位置 之前都說我覺得機率線是比較大 但是你說可否再破31800 或者可否再站在更高的位置 可能到時就看業績出來的結果 如果出來都是對版的 而令到大家覺得 又會再追捧下去 成家又再增加一些 這樣算是方向性才明顯一些 如果不是的 我覺得繼續這幾百點再下降 好了 講完大事比較波動 今天有個板塊 都很多資金追捧 我講的是汽車股 特別是吉利和長期都有一些消息 先講吉利 今天早段升幅最大的藍籌 升幅大約8%上來 為甚麼呢 就是有些新的動作 就是吉利近日入股Benz的母公司 德國的一間車廠 成為最大的股東 現在吉利在那間公司的持股量 去到9.69% 市值相當於90億美元 這個消息 或者這樣的入股 或者合作的方式 對吉利未來的業務有多大的幫助 當然現階段就有點憧憬著 因為這次進一步入股 戴姆勒這間公司 沒錯 持股比例到9%樓上 也是最大的第一股東 當然整個中長線有個利好的炒作 但其實這次入股 不是一件所謂的新鮮事 其實一向吉利的母企 都有入股戴姆勒 去年其實都傳過 是想要求戴姆勒發一些新股 讓他再進一步加大事故給你 結果不成功 但最終來說 都慢慢買一買一買一買 都買到9%樓上 當然好一點看 幾意味著就是中長線 吉利 大家都知道本身上市這間公司 主打是內地的本土品牌 小排車為主 測來說是比較低端的車為主 如果以內地的汽車政策來計算 特別在過去幾年 當然有些補貼 有些購置稅寬減 你賣小排車的銷量是OK的 是挺強的增長 但去到今年回來 其實除了小排車的一些寬減政策 都慢慢沒了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再靠本土車為主 其實擔心前景未必能夠支撐得到 反而透過今次 可能一方面 當然吉利者本身都有其他方向 譬如經常說 你可能接下來發展做一些 譬如新鄰車的車旗 但除此之外 這次武企入大武納 始終大武納旗下都是做Benz為主 大家都知道 也算是比較中高檔次 雖然暫時內地的Benz 不是和吉利合作的 和北京汽車合作 但你會否中長線有些合作的可能性出現 都不出奇 所以片上都有機會 對吉利來說 中長線會比較利好一點 雖然我覺得暫時來說 可以看好一點 特別在這刻 升一下升一下 日常有想 25元樓上 上升到文明天士的位置 我覺得下一站下 也有條件次分到 préfjours28元的稅位 吉利有的新動作 還要在上星期五公佈了 和寶馬有一個合作 雙方會利用виг配公司的形式 促iri新能源汽車業務 这一件合作,对长期来说有多大的帮助 如果汽车版法比较多动作的时候,选哪一款会好些呢? 当然相比来说,长期今天都有消息 但我只会发现这一单消息觉得是中性些 其实今次,虽然能够跟宝马和mini合作 可能搞一些生灵车为主 但如果大家有几亿的话,其实这消息都不是新的 其实去年都传过出来 变相之后,长期也要呈现,又不是说没有 他当时也不是说没有 但也说是有些谈谈的空间 其实市场,少了这么说,有一早都预期了 虽然今天来说,虽然都是在升上来,股价,半周回来 但是升幅对比今早高的理解,明显已经收回很多 其实有些都是觉得即日炒作意味多些 但反而刚才看到吉里那一只就不同 你看到是升完之后,越升越多 所以两个消息有点不同的看 再加上,其实以长城今次和宝马合作 刚才也说到是集中三年车为主 当然中长市我觉得宝马的三年车的前景 也不是说差的 但是暂时来说,即时帮了长期的帮助性未必算那么大 因为暂时来说,这一刻来说 长城还是以本土的SUV为主 但是这个市场,其实面对竞争都很大 所以暂时我觉得这个股份 不算太吸引着 如果突然自己问到,如果整个汽车板块 那么多消息去跟进 或者那么多消息去炒作 要选择,其实都未必是长城去先走 我觉得要选择 都是刚才说的吉里 虽然你年初那一阵曾经都弱过一阵 但起码慢慢刚才看到 上50天线 那个势头是好不少的 所以只要短期来说,50天线没有跌穿下去 我相信这一阵 有条件示范 就之前去年年底 或者今年年初那些 29至30元是哪些位置 好,谢谢Rafi这么详细的分析 Rafi,有没有持有上述提及报的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 我说,稍后再见